12月18号四大公投以四个不同意 反映出政府需要严肃面对的课题 紧接隔天12月19号 还有将近20个民团上万人站上凯道 呼吁五大拒绝 反对政府滥权贪腐 漠视台湾民主自由的普世人权 在建时期只要是检举别人 确认人家是匪谍的时候 你可以领到你被检举人的 这个身家财产的几分之几 台湾自1949年戒严 时间长达38年 是全球第二场仅次约序列 戒严后的台湾民主化至今 走过34年的风雨岁月 却仍存有许多旧时法规命令 其中令人诟病的检举奖金 在11月30号被理法院三读通过 税圈激增法修正案 新增检举奖金颁法颁法 让戒严时代的罚条又再次登堂入室 这种很明显就是制造了一个 很大的道德上的风险 当执行的所谓查税或者是进行审判的 国家机关的公务员 跟所谓的检举人挂钩的时候 会制造多少的冤案 财政机关它竟然把这样子落后 甚至制造了很多人权冤案的检举制度 把它明昏化在税圈基正法上面明昏化的规定 显见卫权的遗毒在财政机关里面 在国税局税务机关里面 看来是完全从来没有消失过 财务法法的奖金在九十二三年的时候 被朱新宇立委给删除 公务人员凤极法外的那个 为什么其他机关的人员没有 只有你这些有 这个就不应当 你认为这些人他更辛苦或怎么样 你可以把凤极增加 2021年的台湾民主自由人权 仍急迫需要改革 在税法上更是如此 长达25年的太监门假案 其实法院已证明当事人清白 收集官与执行署仍然漠视判决 强制执行当事人财产 说明财税机关傲慢的程度 连法官的判决都嗤之以鼻 台湾税灾的悲惨故事 有的让人家破人亡 有的人自杀未过 利害却没钱治疗 有的在海外漂流多年 错过小孩长大 至今仍被限制入境 有的人耗费一身专利智慧 华为乌有 这些人的财产 金玉甚至性命都被税给剥夺了 不仅让人质疑这背后的原因 今天在现场也有来自国际的发声 呼吁台湾政府应全面检视 宪法及两公约所保障的基本人权 记者荣家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上